2012战火 现在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 要求吴敦义一家也要公布财产 而吴敦义夫人蔡烈盈今天表示 每年财产都摊在阳光下 一身休闲打扮跟民众握手寒暄 很少现身的无愧夫人蔡定仪 走进菜市场跟陶家陶家牛 败票致意 动作看起来挺熟练的 不但帮政府抢票 也帮同党立委参选人 秦为娟站台支持 针对苏嘉全要求吴敦义 全家人也要公布财产 蔡立盈说坦荡荡 我们每一年都公布财产 我们哪一年不公布 因为当院长是每一年都必定要公布的 对 我女儿嫁给人了 跟我家有什么关系 女儿嫁出去 家里只剩夫妻两人 蔡立盈戏称 现在忙到连家庭的案 都没时间照顾 我们各自努力 都没办法照顾对方 有这个夫人逼方的差点吗 没有就吃退火的而已 选战倒数几时 残选人忙跑行程 蔡立盈身为副手夫人 一刻不得闲 请跑基层积极服选 也替丈夫多拉寄账票 专闯我黄明君 李博鱼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鑿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